说到军事 我们马上拉回到台湾来看 台湾在今天看到了有一个新闻 那么就是说爱国者飞弹传出了爆炸的意外 这个爆炸意外是国军在今天在屏东九棚基地 进行年度精准飞弹射击操演的时候 清晨六点在进行爱国者二型飞弹射击的时候 第一枚飞弹刚射出去之后 那么飞向高空就在近距离 就发生了一声巨响之后 发生近距离的爆炸 但现在原因呢 目前这个中科院还有军方都还在了解 夏宇兄是军事专家 请教一下台美的一些 包括跟爱国者二型的这个飞弹 不管在过去试射 特别是在试射的过程 或者说实际的这个发射的过程 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您研判这个可能原因是什么 好 其实如果说爱国者飞弹 特别是爱二发生了这种发射后爆炸的情况下 就代表它飞弹其实有侦测到 那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 那这时候它飞弹就会自爆 那当然这个自爆是怎么一个原因呢 通常可能有下面三个主要的方向 但我不敢说一定 这是真正的原因 就包含这大概三个方向里面 第一是它要助的问题 其实爱国者飞弹发射的时候 当它的雷达 侦测到敌方的弹道飞弹 迫近的时候 它要发射这个爱国者飞弹去拦它的话 第一你的这个药柱 也就是你本身飞弹的这个火药 要能够正常运作 那其实飞弹的这个火药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它其实根本 就是说它做成的时候 是完全有压注成一根这样一个火药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其实是一个固体火箭 这个固体火箭 它要能够迅速的让它这个固体的燃料 气化然后燃烧 然后产生推力之后 让这个飞弹向上快速的爬升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药柱 在搬运的过程中 因为像从这个驻地拉到九棚很长的路 搞不好你可能 有可能 我说有可能 搞不好路上车子碾到比较大的坑 震了一下 里面药柱产生裂痕 那这时候它在气化的过程中 产生不平均 那就会影响到它那个飞行的向量 那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地面的这个资料链 就是说你当 你飞弹本身 它自己本身在发射的时候 它是要得到来自于 这个射控雷达的这个讯息 就是说射控雷达 它告诉你飞到哪边去拦截敌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彼此飞弹跟地面之间 要用资料链 就是那个datalink 其实也就是网络进行资料传输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资料链 发生了传输问题的话 那对不起 那这时候飞弹就会侦测到 没有目标的情况下 它就会自行引爆 断联了 断联了 第三 这个是可能 大家也会比较担忧的地方 是不是受到干扰 也就是说如果它受到一个 强大的一个电磁环境的干扰的话 那这个时候 它可能它的这个本身的雷达 还有资料链等等都失去作用 那这时候就会产生资报 那当然了 像我们这次打爱国者来讲 因为其实另外我个人觉得 第一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年 接收这批爱国者飞弹到现在 都已经20多年了 一颗20多年的这个飞弹 摆在那边 即便你没有说 这个因为飞弹对我们来讲 你要去更换药柱 什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困难的工作 所以相对来讲 这些飞弹都是你能够 把它买进来之后 就让它在一个最好的储存环境下 或者战备的时候 把它拉出来 摆一摆 平常的时候还是收拢到 那个弹药库里面 那这时候是不是因为 时间20多年 然后因为台湾的气候 然后造成你这个火药的药柱 产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导致它这次在发射的时候 然后产生问题 我个人猜测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一点的 校伟中提出了三个可能的研判 当然最不希望的就是第三个 因为如果是被干扰的话 这个问题很大条 那另外来看来就是说 美军因为在月前 在台湾正式成立 这个联合训练小组JTT 纳入美国印太司令部 夜管的全责 现在包括像之前我们看到 像陆威 蓝天 碧海 线威 这些三军各军种 各自推动的台美军事合作 未来也将会全面的 由这个联合训练小组 来截至跟协调 我想请教投资委员是说 美国成立这个联合训练小组 您看台美军事 未来的合作会跟过去有哪些主要的改变或不同呢 应该这样讲 其实过去不会沿我们接收美军的装备 那美军有派了一部分的教官来到台湾 甚至于我们有一部分的总子教官去美国 接受到训练以后 回来再慢慢教 但是其实在过去两年开始 我们也扩大开始把国军相关的干部 整批的送到美国去受训 但我认为现在恐怕美方的评估是缓不济机 所以美方才成立的这个所谓的联合训练小组 加大力道派更多美军相关的人员到台湾来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就是美国评估台湾这个所谓 不对称作战的力量还不够 所以在这里面包含电子战 包含无人机 包含相关的可西式的防空飞弹 反装甲飞弹 这些相关的训练项目 对于台湾而言 虽然不断的跟美国采购武器 但是相关人员训练还差得很远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 其实这个联合训练小组绝大多数 恐怕是接下来会 美国会派更多的相关的 军事教官到台湾来协助相关的单位来这里 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出来 大概陆海空宪兵四个单位 全部都包含在这里面 那我认为美军当然还是希望 假如台海有这个战事或者有什么危机的话 台湾当然还是要以自己的军力为主 不会言美军能够派出相关的战斗人员的几率还是低 所以美国在加大力度来训练台湾相关的部队 OK 这个联合训练小组到底会不会是目前台湾军方最需要的部分 我想请教华学兄您怎么看 还有就是大家在讨论说它是不是像类似蒋介石时代那个时候的美军顾问团 那不会有踩红线的问题吗 这个联合训练小组我认为 应该不会像过去美军的这个过问团 因为那个已经是很久以前的这个时代了 那么这一次你看我们看这个包括陆威 蓝天 碧海 限威 这里面我比较质疑的是 限兵到美国去接受训练 到底到美国去训练什么 因为限兵这个军种这个兵科事实上它是维护部队的相关的纪律 那么过去我早年在部队服务的时候 限兵几乎是不参与实际的作战的行动 他只是做一个军事的纪律的维护 当然因为后来两岸关系紧张之后 常常有所谓的城市作战或斩首作战 那么才变成部署在我们总统五周边附近的这个 限兵的这个特战部队 那么要进行各种程度的这种保护援手这个安全 那么假如是这样子 那么限威部队到美军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 我认为倒是合理 同样问题想请教这个市长你怎么看 先按照说美军顾问团的问题 美军顾问团它的成立事实上是韩战之后 也就是因应着整个冷战的形式的形成而建立的 当时它有一个法律基础就是中美共同互助协定 这里的重视指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大陆 在那个时候陆军海军空军只要迎级以上都会派遣 至少因为美国的士官或者军官进驻 所以跟现在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现在联合训练小组是美国的印太司令部 它的一个推动的业务 并不代表说我们的国军整个就纳入美军 也不代表说参加这个联合训练小组的美军 可以指挥国军 当然在美军顾问团时代 美军也不能指挥国军 因为蒋介石不管大家对他的历史评价如何 基本上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不让美国驻军 不受美军指挥 对 而且不受美军指挥 他这一点是占得很清楚 那美军在这里基本上就是一个监管的作用 其中一个很像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阻止国军反攻大陆 不管国军有没有那个实力 反正这是美军他所要一个防止的 我觉得从例子上来看 不管是以前或者是现在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措置 基本上都是美国点菜 台湾买单 不完全是基于台湾的一个需要说 我们来在这样的合作 是一切以美国利益为前提的军事合作 美国现在在印太的战略布局 现在也计划在关岛要兴建 至少20座增强型综合防空飞弹的防御 这简称叫EI-AMD的系统 另外还包括了地对空的拦截器 雷达相关的设施 那么如果顺利完成部署的话 关岛 你大家都知道关岛其实很多人去旅游 可是未来如果部署完成 关岛会成为全球防空武器密度最高 防空能力最强的地区 我先问一下华秋兄 这个防御系统到底有多强 这个EI-AMD 英文叫Army Integrate Aile and Missile Defense 那么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增强型综合防空飞弹防御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地空 拦截器跟雷达等高端的 C4-SR这样一个综合型尖端的 这个监制的系统 那么我认为它这里面必然它会搭配 像Link-16 还有Link-22 或者是Spec-S等这种新链的这种系统 我认为它有可能从二乌战争当中去 得到一个相关的这一种 这种系统的这一种研发 然后把它整合出来 做成一个更高端更全面的这个系统 这里面它分成两个方式 就是一个叫做分布式 多层次的这个防空防疫的系统 那么在这个系统当中 美国在关岛的这个陆基 神盾系统里面 作为这个布置的一个核心 那么这个核心里面它搭配了四具 新的叫做ANTP-6 相位阵列雷达 这是一种 第二个它配备了三具的这个 低空级飞弹防御的这个感射器 也就是所谓的LTMD-S 那么这个感射器它可以做360度的这个全面的这个保障关岛安全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东西EI AMD 如果这个系统建置完成了 我认为大概有两个值得进一步来观察跟了解 第一个它当然建置好了以后 它可以强化防空的这个增监能力 也就是这个360度的这个保障这个系统 如果能够全面的运作 整合的非常好的话 当然对关岛这样的一个地区 是非常有帮助 第二个 不过我认为 任何的军事系统的这个建置都有死角 它都有盲点 也都有优缺点 所以它会不会是不成了航空母舰这个说法 我认为这个是仅止于当前的这个说法 未来真正建置开始运作之后 才是值得进一步来观察的一个焦点 对 不过你看到这个 如果关岛这边加强它的这个防御 把整个武装的这个层级提高的话 真的我刚刚立刻联想到就是包括关岛的居民 还有就是在关岛有智产的民众 心中不知做何感想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